观众论们好 我是莫莫继续带来经典美剧《越狱》第一季的第七集 上集当中林肯被带走了 小维发现了来自华盛顿的秘密电话 T-Bag无意间看到了越狱通道 Mike看到沙拉被困在了医疗室准备救驾 打开通风管道顺延进入 先让Mike爬一会儿 看看林肯这块被大块头带到一处地方 趁林肯不注意索博战斗 显然林肯不是吃素的 林师傅尝试攻击大块头的中部 只见林师傅听取了建议 太急骑手却不急大块头的兵器 所谓一寸长一寸枪 但一寸长一寸险 林肯谢力打力让大块头坠入了楼下 中国功夫博大惊深 林肯询问是谁指派的 可大块头咽了气 让林肯休息了一会儿再看爬管道的Mike 听到沙拉的求救 三爬并成两爬火速前往 病房内的病人用烟熏着沙拉 时间刻不容缓了 Mike拍打着沙拉的肩膀 快抓住我的手 拉上了沙拉 两人开启了逃离之路 安抚情绪 沙拉更加信任Mike 逃离囚犯们的追捕 稍作休息片刻 沙拉有些好奇 Mike是如何找来的 Mike说到当时做PI时 在这上面清理过有害物质 沙拉记下了话语 心中满是感动 州长也赶来监狱 担心着女儿的安危 要求军事接管监狱 贝利克向州长建言 自己认同强异的作风 这一切被典狱长看在了眼里 再回到牢房看看苏克雷 还在任劳任怨的钻着孔 孔洞钻完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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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就破了 逃生之路通了 Mike继续带着沙拉逃离 来到了出口 不过Mike明白 就要分别 因为他是暴徒犯人 只能沙拉一人走出 自己出门就是死路一条 推出了沙拉 自己躲避枪林待遇 回到牢房中 林肯来到Mike房间 看到了被打的狱警和T-Bag 质问Mike在哪 T-Bag告知 他知晓了越狱几乎 林肯质问苏克雷 为何加入了T-Bag 现在Mike在哪 苏克雷吓傻了 他也不知道Mike 林肯只好下楼找寻 兄弟二人相拥在了一起 沙拉也见到了州长父亲 父亲却指责沙拉 自己草旧告诉了风险 父亲 我愿意愿意见你生日 亲爱的 我愿意见你自己做的 父女二人有些隔阂 不过州长见到女儿被救 开始下令可以行动了 牢房门打开 防暴紧进入 Mike快速回到牢房 让所有人尽快出去 并且放了警察 就当无事发生 所有人听从了Mike建议 而T-Bag的眼里 似乎有些不屑 等人员混乱 T-Bag还是用刀 刺杀了菜鸟玉警 暴乱被镇压 沙拉也缓解了惊恐 询问监狱同事 为什么让犯人 去做清理有毒物质的工作 玉警有些懵 没人派过去啊 沙拉感谢了同事 不过对Mike起了疑心 林肯已然逃离了危险 T-Bag进入了越狱小队 沙拉被Mike救出 但开始对Mike起疑 而小维那头现在如何呢 与尼克尔人登上了 去华盛顿的飞机 他们要去调查 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 尼克向小维说明 朋友是私人侦探 曾经的室友 可以相信 来到一处地下停车场 朋友下车打着招呼 提供了打电话的号码 可好玩的是 这是个公用电话亭 谁都有可能打电话 两人有些犹豫 尼克询问保安 得知此前 这里是副总统哥哥的公司总部 不到片刻 电话铃响起 小微接听 Andy 我是沫沫 与之后事如何 请看下集分解咯